新中日报的读者,大家好 我是居栏办事处的记者张柔生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柔佛中选中的 郊田选区之一,拉样拉样 拉样拉样州议席呢 历属新邦令金国会议席之下 涵盖令金小镇和拉样拉样小镇 其中令金被大圆秋包围 拉样拉样则是以小圆祖为主 是典型的混合选区 根据选名册 拉样拉样一共有25147名选民 其中华裔占了29.68% 巫医选票有54.59% 印役则有13.09% 至于其他种族则占据2.60% 这个州议席从2004年开始 连续四届的大选都是落入巫统的囊中 就连2018年反风四起的情况下 巫统还是保住了这个议席 不过当时胜处的翁哈菲兹 只靠364张多数票的为差 从三角战中显身 翁哈菲兹来自显赫的政治世家 他是我国第三任首相 东湖先锋的孙子 也是国防部部长 拿多斯里西山木丁的职儿 他在任时曾经担任行政议员 掌管柔州旅游、青年和体育事务 而这些宣布候选人的 则是西门公正党 他们派出的人选就是新邦令金 国会议员马自里 身为前任教育部长的马自里 要攻下自己辖区内的州一席 就更天化即兴了 当地基层和旧部对他的呼声极高 个人也抱着志在必得的信念迎战 他能否顺利夺得此州席 打破巫统的堡垒呢 就成为各界不得不关注的焦点 根据了解 武统将乌哈菲兹调离 那样那样是认为这样的安排比较有胜算 因为可以避开来势汹汹的马自里 提名日当天 先生在提名站的除了马自里之外 也有来自国盟和祖国斗士党的两名年轻新人 还有前前任的那样那样 孤统州议员穆达利打开四脚站 穆达利的任期是2014至2018年 他也曾是负责楼州宗教事务的行政议员 这次回朝首途厉害马自里 可说是信心满满打算要远途重来 根据选委会的资料 此次的州选中 在自动登记选民的政策下 选民人数一共增加了27% 其中有1310人 是18岁至20岁的年轻选民范畴 占据5.21% 是相当有分量的比重 国门候选人阿拉·迪迦兰 是一名印裔的建筑师 他也是土团党 非物易必绑的柔州青年团主席 今年只有36岁 而祖国斗士党的阿末·沙菲克 也不遑多让 他只有33岁 是新邦令金西门之前的秘书 在喜来登政变后 他因此而加入祖国斗士 这两名新人 能否成功掀起年轻人 对政治的浪潮 接着政党的选举主轴 和人民的支持 从中突围而出 也是一大看点 斗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